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看奥特曼的时 经常能看到奥特曼电视剧中 出现一些恐怖的桥段 这些恐怖的画面 至今我都记忆有心 所以今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堪称恐怖片的画面 Top 6 孟比优斯奥特曼诺巴 首先咱们从恐怖程度 由低到高这样的顺序来看 在孟比优斯奥特曼电视剧第二十八集中 诺巴出现在了地球 同时看到诺巴的人都将它传为红色幽灵 于是我们PICE的队员们就前去调查 然后再调查的过程中 诺巴以半透明的状态在空中 漂浮着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当然了只是漂浮一下肯定不恐怖 诺巴的恐怖之处在于 当它漂浮到鸟山河湾的面前时 它露出尖尖的牙齿和那猙獰的笑容 着实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阴景 Top 5 戴拿奥特曼索菲亚戴拿奥特曼 这一集真的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同来看看 在剧中 拳腾利用了飞鸟的光 将其用在了人造奥特曼泰拉诺伊德的计划上 拳腾本想靠着人造奥特曼的力量 打倒所有的球形生命体索菲亚 然而人造奥特曼 因为能量消耗过大 反而被索菲亚给附体 就是索菲亚附体奥特曼的这个画面 我还记得我在看的时候 真的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认为这个画面 完全是密集恐惧症患者的深渊 Top 4 艾斯奥特曼没有度起 我认为 小时候看的奥特曼中 尤其是艾斯奥特曼和雷欧奥特曼 这两部剧 基本上都可以当作恐怖片来看了 首先我们来看 艾斯第十九集合同宅的秘密这话 这一集中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 那就是没有度起眼 我还记得当时看了这集之后 我都对游泳产生了相当抵触的情绪 真的爬游泳之后 自己的度起眼不见了 Top 3 雷欧奥特曼女鬼 雷欧奥特曼女鬼的这一个画面 具体我确实忘记了出自哪一画了 不过 我真心对着集中女鬼的脸印象特别深 在剧中 凤云追着宇宙人来到了一栋大楼中 接着就在凤云等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一开女鬼那张阴沉的大脸 直接出现在画面中 我相信这一幕也成了不少傲粉的童年阴影 Top 2 迪加奥特曼人工生命题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迪加奥特曼电视剧当中最恐怖的画面 这是发生在剧中第31集当中 胜利队的基地被人工生命题比左膜侵入 于是就有了绝颈队员被人工生命题困住 并且跟人工生命题还利用了绝颈的身躯 与胜利队的众人交谈 特别是剧中绝颈 那个头发凌乱滴水 铁青色面庞的画面 着实让当时才初中的我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Top 1 初代奥特曼达达在电视剧《初代奥特曼》中 有两个恐怖的画面 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就是巴尔坦星人褪皮复活的那个画面 第二个就是达达星人在研究所出现的画面 在剧中 宇宙人达达在宇宙线研究中大肆破坏 他还用手中的光线枪 让研究员一个一个的消失 特别是达达在研究所中 神出鬼没戏弄研究员的画面 我相信